国营事业这几年出现了离退潮 台天就宣布7月要这次举办新进雇佣人员征事 预定要录取654人 招考类别包括了配电 土木工程还有综合行政等 高中职以上学校毕业者都可以报名 新进雇佣人员在一年授训期间生活今天2.3万 分发到工作单位的训练期间薪水约2.7万 通过训练期正式雇佣薪水是3万块钱起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